2號吳先生你後來有跟6號討論嗎 有 他有理你嗎 有啊 有算他是你的好朋友對不對 還不錯 好那找到一個好朋友了 好來那這裡的話那個 原本我們講的應該是在 這個是他實驗的圖嗎 然後後來這裡就說2號6號要去講滴丁 所以上禮拜我們在處理這裡 然後在那邊講他的那個當量體 就兩邊的那個墨爾書 到時候算起來要一字嗎 然後後來就拋了這個作業嗎 然後這個作業等於頭半邊的話呢 那個HCL 然後到時候就要去看他那個 影片原本那一杯有沒有他的濃度值 所以那裡有一個M 就下面H站清離值對不對 然後呢就在那邊講說 那我們這個清離值 然後那個M1看到沒有講濃度是多少 然後那個乘以一應該就是他的那個解禮的話呢 他是一架嘛 對啊 然後那個0.1應該就是那個100毫升嘛 所以就看他影片有沒有那個M1 也就是第一杯的 鹽酸西鹽酸的墨爾濃度對不對 對 對 之後他滴定的那根管子 就上面那邊有一個管子滴滴滴 就是氫氧化鈉嘛 對不對 然後右邊我就有寫OH-的濃度 然後M2 M2就是在 加那個氫氧化鈉 看他有沒有說 影片有沒有說他濃度是用多少 然後一樣解禮乘以降嘛 然後滴定的話呢 就看他滴的多少滴 或者 對 看前面的圖了 應該上一次到這裡對不對 對 對 你那邊有辦法用筆寫還是要靠我的筆寫 呃 我直接用滑書籤 還是你有先打一些字可以直接複字貼上 呃 我沒有打 你沒有打 所以 你那邊有那個觸控筆嗎 沒有 沒有 那所以等於 你一樣同一個畫面 然後 你覺得我要用第八頁還是來個第九頁 第九頁 好第九頁 那我們就第九頁囉 那那一些網路上看到的 你應該有寄下來 抄在紙張上吧 有 好 那 你慢慢講 我慢慢寫 啊我寫一樣不會很快喔 所以你也不用太快好不好 好 好來你可以開始了 呃 他的 輕氧化那是0.1m 所以 輕氧化那0.1m的濃度是影片有講嗎 對啊他有講 哦他有講 Mu B 是這樣寫嗎 欸我是拼錯 Movie 我沒有拼錯 沒有 沒有喔OK 好來再來 然後那個如果是鹽酸鹽酸 鹽酸 10 10毫升 然後大概0.1m 等一下 10毫升 他影片也是有講0.1m 他是說大約 大約 他好像就是要我們算 他準確的濃度吧 因為 照說他是大約的濃度欸 哦 所以他要算的是這個0.1m這件事情嗎 對 好像是 因為我看他就說那只是準確的濃度 大概濃度而已啊 哦 所以就大概 然後他說他取了 幾毫升 10 10毫升 然後我後來呢 我好像在某一幫我繼續看 他好像後來有在加水做稀釋對不對 對 因為他為了讓那個 那個叫什麼 讓那個 所以讓那個可以加到那個 到他的水 範圍 對 所以他有加水 可是加水會不會影響到他解育出來的量 呃 不會啊 可是他濃度會變低 不會 對 只是濃度變低嘛 所以如果讓 呃 那那不影響我們等一下一次可以用事去做計算嗎 說他加了多少水我們也可以不考慮他嗎 哎 反正這個水就要讓那個電極給淹沒而已 對嗎 呃 可是 要加多少水這個10毫升就要增加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這10毫升是他原本良好的啊 可是 那你在加水會變多 變多也只是稀釋變成他的墨濃度變成少一點不是嗎 對吧 對啊 對 啊可是最後 我用這一個 他的濃度 看是多少 去乘以這一個0.01L 啊解離是乘以1 啊我這個式子應該不動吧 待會 呃對啊 這是他的就他的墨是吧 對啊 啊我應該不用動嗎 所以 我只要求這一個 Question這一個問號的部分嗎 對不對 嗯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所以這個是影片裡面都有講的 啊 接下來 啊接下來 要算嗎 要啊 就要算啊 呃 因為我看他那個 那個低電眼孫好像他的 輕氧化那的 那個 的那個 體積好像 有點難看得出來是多少 真的嗎 你是說看他的那個 那個表格啊 他那個 那個變化的時候 難看還是說 欸他是有表格嗎 還是他是直接 他前面那個圖啊 前面那個圖有點難看出來 真的嗎 那如果我們看他 他在13跟14的中間啊 他在13跟14的中間啊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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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他大概 那應該是在第幾頁 第五頁 第五頁 好第五頁 原酸的話是在 哪一個顏色我看一下 深藍色 深藍色 所以深藍色看起來 13到14 那那我們取大約值好不好 這裡7 我這裡7 沒有看錯吧 這如果把這裡當做 他已經達到那個 低定中和了 也就 你們講那個 低定點 不如中和點 那當亮點是不是 感覺好像在這兩個格子的中間 在右邊一點點欸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可以把它當做是13 點6嗎 可以啊 那我們就當13點6 那這個是幾滴還是 直接就是ML 他的縱軸 他的縱軸 ML ML 那我們就用這個數字帶過去 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好 好來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的那個應該是 第 第九月 好第九月 那我們再回到第九月 所以第九月的話呢 等於我們從他的圖 體積的話 從他的低定的結果的圖 然後可以發現 他在13到14之間 所以我們取 13.6 毫升 OK 嗯 好 那我們就要來算 所以呢如果達到中和的話 達到酸減中和的話 我們要的話應該是 H帳 的末爾數要等於OH負 對不對 對 所以左半邊我應該用 我就用 哎你們會用什麼代號嗎 還是直接 什麼什麼代號 哎就是我要這個這個 我要縮寫的符號 這個我就變成要用X還是你們有什麼縮寫的符號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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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直接用X好不好 好 X乘以 他解離是1嘛 對 就他的價數 然後他的量是用0.01L 然後右手邊的話呢 0.01L 欸 0.01L 對對對嘛 對啊 如果再算的話 可以再用X就好了 對啊 因為我等一下也是ML 我幹嘛 所以可以直接用X就好 對對對 這樣子我等一下把我不好處理 我用XML 反正單位一次等一下消掉就好了 再來換右邊 右邊他給的是0.1M 確定齁 對 然後他的價數也是1嘛 嗯 然後他的 那個叫做 TG 量13.6 是嗎 對 對 那我現在X 那就會等於多少 我這樣寫沒錯吧 沒錯 你計算機你按你的我按我的 等一下 0.1 乘以13.6 除以10 0.136 你的是0.136嗎 是 0.136 嗯 那如果應該是沒錯啦 對 那現在如果 所以等於也是算得出來 那現在如果另外一個問題說 那如果呢沒有那個館長調配給我們 我們要自己調 啊 那你們的意思是如果你們在做化學實驗是化學實驗的時候通常都是館長已經調好的就對了 那如果沒有我們要自己調那我要調出0.1m的氫氧化那 因為他等於是低定的那個低定義那我要怎麼自己調 啊 呃應該是先有 這個吧 那個 先融化他吧 先把融化就是 他是23對不對 對 對 他是16 他是1 欸 這樣加起來幾公克 40 所以我要把40公克的他 然後呢我就要加水 啊什麼 如果是0.1m的話就不一定是 要看 就看你要的目標濃度是多少 目標濃度啊 那如果我一樣啊是用0.1m的話我就想說那我要自己調啊我就跟那個影片的一樣啊 哦 就跟影片一樣啊 啊水你們說先讓他融嗎 對 最先少量的Water 讓他融掉 然後因為如果做等於是大家都做一樣嘛 全班的量那一定會很大嘛 所以我們沒差就用40公克 然後水大家就可以分一點分一點 對吧 對 那如果沒自己弄的你就可能出一時量更少4公克就好了 來 所以我等於呢 先少量的水龍 然後之後呢就真的 總 最後的水要到哪裡 最後的水 我一定要到哪裡呢 等一下 0.1m嘛對不對 嗯 就最後的結果嘛 然後這裡等於呢我的分子 墨爾素 墨爾素 墨爾素應該 分子量 欸40公克要處理多少 墨爾素 墨爾素 墨爾素應該 然後等於上面就是 然後等於上面就是 全班1公升 我想像一下 好像是有點多 因為以前 以前做時間到現在 沒有用那麼多 都一個大概一個兩桶吧 一個兩桶 那如果呢 可是如果直接把它對除 除以10 變成 1公升 1公升 1公升搭構嗎 如果真的你們在做的話 1公升等於大家只有多少 除以10組好了 我用10整數比較好處 那也是有點少對不對 沒有吧 因為你看那個 實驗它都大概10幾而已啊 其實也不用這麼多 真的啊 你是說它的那個體積的大小 對啊其實也不用這麼多 因為它大概10幾而已 那如果那樣等於呢 我們要去預估 大家可能會用的量 然後再去看我們要用多少去攏 對不對 對啊 如果我們預估 大家這裡用13.6 然後它如果真的慢慢做 做三個 然後都是10幾 10幾 咦 不對喔 你再看回 如果像它那個實驗 它就要準備多少了 你看回剛才那個實驗的 那個第五頁 等於它都10幾滴10幾滴耶 那我們當作大家總統要到50滴 你懂我的意思嗎 嗯 你把到50毫升 你把到50毫升 你知道我現在在幹嘛嗎 我知道 你知道如果 如果 如果 如果我用一幅 如果呢像那個影片的話 那等於它要呢有三組 的小實驗耶 那一組都十幾十幾 再加上它可能還在那邊 調它那個鬆緊閥 那我當作每一組 它要總統需要到50ml 那不就50ml 然後呢全幫我當作分成10個組別 那我不就呢要準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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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來個準備一公升 應該就很多了對不對 對 哦 收工收工好 感謝感謝 啊這樣子的過程 我們有沒有寫錯 沒有 應該應該OK啦齁 對 對